pixbag.com的完整使用 來跟你提一下 這個網站現在 現在這個網站真的很棒 在網址裡面打這個 再看一下 這裡可以切成簡體中文 沒有繁體中文 OK吧 沒有的話從這裡探索這邊有地球可以改 有看到地球嗎 Language這裡可以改 OK嗎 好 強烈建議你應該要跟它做註冊 那註冊完再來做登錄 註冊是不用錢的 我就把它做登錄進去 我註冊過了 我輸入我的帳號密碼 就人都帶進來了 那我來看一下 譬如說假設說 老實說打一個星空的背景 打英文字可能下載會比較多一點 為什麼 這些圖都是大家免費上傳的 那外國人傳的比較多 外國人他絕對 拍張星空照片 他不會標註星空兩個字 他只會打英文 所以打英文字可能會找得比較多一點 也許你可以在Google翻譯打 星空好了 這邊把它切成硬我就知道 怎麼唸 星空 星空 然後點這裡 然後點這裡 你可以看到會比較多 這些都free的 這些是小圖喔 我不會在這裡下載 假設說我希望我做個東西是 不過像如果你要使用這種背景圖要稍微想一下 字會不會清楚 也許字就要改成白色的 黑白對比較清楚 我現在跟你講的是這個 來 那各位再看一下 有些圖真的覺得還不錯 有星空的東西啊 我再打個Magic給你看 打個神奇的 MAGIC 這好多很棒的圖 這圖都設計過 這是專業影像處理過的 有些圖好好玩 我上次在做直播的時候就放這些圖讓它輪播 一開始讓它等嘛 不知道放什麼 乾脆給你看這些 這個圖也很漂亮 這些小圖喔 點起來的時候呢 我現在註冊完了 我就可以免費下來什麼 最大張圖也可以做 就拿去做印刷都會很清楚 因為它夠大張 那對做網站來講浪費空間 做網站到這裡已經夠大了 做網站圖到這個已經夠大了 就不用再往下下載這些 老說選擇會不會更好 第一個不會更好 只會讓速度更慢 反而不好 你這個對圖形要有概念喔 OK嗎 我剛剛講我們這邊從左到右不是1366嗎 桌面上 這才1280 就已經這個圖快佔滿了 也許 我只要介紹圖 來就可以下載囉 好來 那這邊我們再看一下 除了這個你懂 我們再回首頁這裡來 我再打個昆蟲好了 INSECT INSECT的昆蟲 那這排是廣告 這些都專業攝影喔 它也可以讓你上傳10張照片 不過你要是亂拍上傳 它不接受 它一定要好的照片才留下來 所以這裡的照片通常都很棒 那我們不要管它 我們只要負責下載就好了 你聽懂嗎 那是說如果說 它這邊有廣告假設你上傳10張照片也很漂亮 它會把廣告拿掉 我不在意廣告 因為我可能沒辦法拍這麼完整 那麼棒的照片 你看這蝴蝶這個都 這都專業攝影耶 這很清楚的模糊有沒有 要拿專業攝影相機來拍 喔 那想要跟你提不是只有這些 這些呢 你找到 你看這個我打的昆蟲找到多少 46991張 還沒彎還沒彎 這裡可以切彎成什麼 插畫 橡亮圖 插畫就是什麼 電腦繪圖了 這些可愛的圖在這裡 這些都可以做在任何商業用途 所以假設我今天開公司需要一個可愛的 螞蟻也許你打個ANT AND ANT 那去找我看什麼可愛的插畫 你可以拿這個來改 或是拿它直接來使用 都不會擔心有人告你 不過這螞蟻就不多了 這邊找到 115個有那麼多嗎 沒看到第二頁啊 還沒出來啦 顯示比較慢一點點 那這網路速度 剛剛delay lag了一下 我再打一個animal animal al 動物的 這跟動物相關 這像亮圖 老師照片呢 你要把它改成什麼 純照片是這個 純照片是這個 可以嗎 那如果是插的話 就選這個 插 這是 這使亮圖 這兩個大概差不多 那順便跟你提一下 這個 這個好可愛對不對 點起來喔 好在下載的時候想告訴你 你只要看到 灰白相間 表示背景是透明的 這是一個很棒的效果 灰白相間 看到嗎 那它的圖形格是什麼 png喔 png表示說 來我下載一張小小的啦 那這個 我也跟你提一下 網路支援的圖形格式有三種 第一個叫jpg jpg就是你 拿數位相機拍的 它一定是 矩形 它一定是矩形 喔一定是矩形 那png可以保留背景透明的 那另外一個什麼gif 這個可以 變成動畫檔 喔所以 網路標準支援圖 這三個 jpg它的好處是 檔案很漂亮 容量很小 但它缺點 不能 呃不能去背 去背就是把背景去掉 它一定是矩形的 那png有 可以把背景去掉喔 那gif有動畫效果 喔一般來說這三個 那你看一下我們在pixby下載這個地方 呃在這裡 所以你剛剛看到是什麼 它是png的喔 來 我再回到照片去給你看一下 恩 好 我再下載一個這個 改成什麼 照片 照片的話就不用選了 照片一定是矩形 所以它的圖形格式呢 是什麼 看一下喔 一定是jpg的 你看見嗎 這你要知道一下 那這邊呢 我要再補充一下 還有一個剛剛沒提到 我改成什麼 這知道了吧 我們點好幾回合 再點這次大象好了 營養力比較好 來這邊還有一個svg svg很棒喔 svg呢是什麼 項量的圖形 當時這張圖用svg的 svg Photoshop可以開 svg開起來你可以把它放大 要多大就多大 它可以在 這是個項量造型 當它變成這個就變成點陣了 點證的就是 放大 就不要模糊 以這張圖來說 如果你要把它印在印刷品 恐怕畫質會很粗喔 如果在印刷品可能這個是最好 老師這個還不夠好呢 那就請他來幫忙 你可以在fotoshop做一個比較更大的 這叫設計的原始檔 各位聽懂嗎 這叫做成品 從這個把它轉出成png 可以保留背景透明 那以網頁來說 其實這個已經夠大了 OK吧我剛下來了這個喔 那下來了這個 我們拿png來跟妳講什麼叫透明不透明 來來來來 我到 開一頁新好了 我開一個新的簡報來給妳看一下 就比較清楚 好先一個空白 我選一個有背景的 好我把那隻大象叫進來 把背景改成 純背景 插入的我剛下來了一個大象對不對 這台電腦的大象在這裡 大象 這裡改成大圖示 大象底下 這叫做周圍透明的效果 有看到嗎 喔周圍透明的呢 那如果是jpg呢 我們剛不下來了一個背景圖嗎 一個 喔點錯了 插入圖片什麼 這個裝置了 背景圖 還有印象嗎 這個 它一定是什麼 矩形 你明顯這個大象的效果感覺就比較好多了 當我換背景的時候 當我換不同背景 它完全沒差 它是周圍透明的 那這個圖形格式在電腦世界它叫什麼 PNG 你數位相機拍的照片都是 JPG OK嗎 那這個要額外設計才會有動畫的效果 這會給大家了解 所以呢 等一下你去Pixby下載的時候呢 你就知道了 你有兩個選項可以選 要是什麼 插畫或什麼的 好來 Ladybug Ladybug 我打個什麼 瓢蟲 Ladybug 找到255張對不對 可是我要是什麼 照片 你這樣大概都知道圖形格式 就可以自己來做選擇 你再看一下這個地方